友情已上,恋人将满,这种暧昧次的恋爱真是酸酸甜甜,可得人愈仙愈死 话说回这对即将捅破窗户指的初恋小两口 西片抬头往窗外望去,今天没看天气预报,没想到竟然下雨了 可他根本没带伞,这个时候坐在一旁的高木看了过来 笑秘秘的告诉他,自己带了伞哦,他猜出西片可能没带伞 西片嘴硬的说,下午可能会停 高木笑秘秘的问他,要是没停怎么办 西片突然脸红,那到时候就,话音未落 高木突然错了他身边,两人离得极尽 高木在他本子上画了一个香河伞 西片越憋越急,难道高木是在邀请他一起打伞 转念一想,自己可是准备拿全情讲的 不如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提议 没想到高木又画了几笔,原来那是一个鱼骨头 西片又羞又恼,这个时候天气却放晴了 高木突然叹气,可惜了,我好想和你一起撑伞呢 不过也挺不错,可以绕远路回家 到时候还能猜拳呢 西片哪里招架得住,面色通红的低语 那等会儿还是一起回家吧 纯情,太纯情了 Sticky 夏天到了,两人果然按照约定一路猜拳比赛 在回家之前先绕远路去了一趟神社 天晴了,雨停了,西片觉得自己又行了 在猜拳的时候还玩了点小心机 故意在比赛中一直用剪刀 他想给高木营造自己在最后关头会换招式的样子 让高木相信自己一定战胜他 然后他继续出剪刀,主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然而这个时候,高木却反将一军 说只差最后一步,不如来个输比赛的惩罚 西片感觉他突然配合自己,肯定有什么计划 却听高木说,初步输了请喝饮料 出拳头输了被弹额头 出剪刀输了,就要亲对方一口 高木脑子飞锁运转,可脸色顿时通红 他要是在这里出剪刀,岂不是表示自己想亲高木 可是他的计划就是出剪刀呀 然而这个时候,高木已经出手 西片只好改计划出布 高木叹了一口气,西片也是垂头嗓气 他以为自己掌控全局,却被人死死拿捏了 买了饮料后,高木笑咪咪的告诉西片 下次规则就改成,剪刀阴了的人,kiss对方吧 西片,你得支愣起来呀 西片确实支愣起来了 他在家里疯狂俯卧撑并存起零花钱 以此来惩罚自己,被高木戏耍 争取再接再厉,超越高木 你这存的哪是零花钱呢,是聘礼吧 第二天,西片来到学校,却发现胖虎在给小夫拍照 原来他是文艺委员,要记录班上同学的毕业日常 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高屁图 一旁入境的西片,脸都被拉歪了 西片翻开照片,发现其中还有一张照片后面 是高木捉弄自己后,哈哈大笑的场景 胖虎安慰西片,之后会给他屁好看点的 结果班主任走了过来,说禁止屁图 因为这是要留在毕业相册的 西片看着照片有些闷闷不乐 以至于游泳客高木叫他,都没有回过神来 高木明显看出他有心事 但西片说没有,反而提出要和他比赛 看看谁能在泳池内别起更久 其实,西片私下一直在练习这个憋气 就是想在此刻赢高木一把 高木提议,两人一起下水憋气 先出来的人就输了 西片表示,不可以做鬼脸 高木也答应了 这下,西片觉得自己应该稳赢了 结果两人沉入水中 情人眼里出西施 西片怎么看高木怎么觉得漂亮 一对视更是非常羞涩 却发现高木对着自己做了一个口型 西片一愣,下意识忘了憋气 面色铁青的浮了上去 高木问他怎么了 西片红着脸 说还不是因为高木说了奇怪的话 高木表示,自己只是快憋不住了 说要浮上来了 西片懊恼 他竟然以为高木是在说喜欢 最后只能含泪认输 此时,美奈和阿友他们正在聊天 今年过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泳池了 虽然高中也有 但毕竟不是同一个 阿友叹气 因为他不会游泳 所以想读一个没有泳池的高中 美奈震惊,怎么会有这种学校啊 高端的凡尔赛 往往是以最普通的姿势出场 美奈突然拉住两位好友的手 说要做一辈子的好友 可早苗却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候高木发现 好友真也似乎在想事情 仔细一问 却听到了一个萤火虫传说 同一时间 西片发现好友冰口满脸悲伤 一问情况才知道 冰口邀请北条暑假去海边玩 结果北条却说 他暑假要去加拿大上课 初中最后一个暑假 竟然不能一起玩 华虎有些感慨 他到现在都没怎么离开过这座岛 小夫更是表示 海外的人据说特别热情奔放 冰口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他说北条周末要去买东西 说是为了暑假课程做准备 也邀请了冰口一起过去 西片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呀 冰口却失魂落魄 因为那天他们要举办送丛仪式 他们去刚好轮到他去帮忙 华虎和小夫都没时间 西片却说自己周六有空 可以给冰口顶班 冰口顿时高兴地抓住西片的肩膀 并告诉他 自己的夏天在周末就结束了 希望西片也珍惜最后一个暑假 毕竟之前白色情人节 西片还没给高墓告白呢 西片张了张嘴 竟然没有反驳 回家路上 高墓和西片一口同声开口 西片让高墓先说 高墓就问他 今年看过萤火虫美 听说西片没有看过 于是高墓就约他一起去看 西片一激动 连刚才要说啥都忘了 回到家后他想起冰口劝他珍惜最后一个暑假 又想起和高墓相处的记忆 西片下定决心拿起手机 而此时高墓也想起真也的话 据说有一个萤火虫传说 如果今年第一次看到萤火虫的时候 身边有心仪之人 那两个人总得涌结同心 真也已经看过萤火虫了 看完之后 钟景就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了 真也鼓励高墓也和西片一起去看萤火虫 毕竟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他们还能保持现在这种关系吗 这个时候高墓收到了西片的消息 西片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参加送虫仪式 说不定能看到萤火虫 他本来担心高墓不会答应 却发现他把电话打了过来 并且飞快地答应和他一起去 西片有些担心高墓是不是在捉弄他 却听高墓说被邀请很高兴 他顿时连红 挂断电话 怂了一口气 躺倒在床 周六当天 西片和高墓坐车来到大山 这里有很多来参加仪式的人 他们点燃火把 顺着山路往上走 西片的责任是负责派发火把 却看到有小孩子闹着要回家 因为他们觉得山里面有恐怖的妖怪 西片见状 便蹲下身和他沟通 并告诉他 那个妖怪其实是善良的好妖怪 并且对方和自己是朋友 他会告诉妖怪 让他别来吓人 你这家伙 私下竟然这么靠谱和亚撒喜 原来只对高墓一个人连红啊 咳死我了 咳死我了 这一幕正好被高墓看到 高墓微笑勾唇 看着两人拉勾保证 等西片把小女孩送走后 高墓笑咪咪的凑到他身边 表示西片这样挺帅气的 就像一个靠谱的爸爸一样 西片顿时连红 高墓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旁的大爷都磕昏了头 西片表示 自己打个招呼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一旁的大爷表示 完全OK 并说十几年前 那个他老婆也是这么认识的 西片脸红 表示他们只是来看萤火虫的 确定老人常叹一声 说萤火虫已经过季节了 西片看着高墓期待的延伸 心中有些失落 两人一起举着火把往山下走 看着下方星星点点的火光 高墓十分感慨 西片却无心观看 他想知道高墓为什么想看萤火虫 高墓说他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愿望 西片只好告诉他 老人说这个季节 似乎已经没有多少萤火虫了 高墓点点头 他其实已经知道了 只是他觉得和西片一起来 说不定就能找到呢 西片害羞 表示两人仔细看看 说不定就找到了 遗憾的是 他们到车站坐车 都没看见萤火虫 西片说明年再一起找吧 高墓感慨 明年他们就是高中生了 他的手缓缓朝西片伸去 西片的手也微微移动 可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了 两人只好收回手 仪式结束后没多久就是暑假了 暑假前一天 胖虎给全班同学拍了一张照 梅娜单独找到阿友 说早苗上高中之后 要认真练田径了 似乎为了练习 他准备去大城市了 两人知道早苗的选择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他们一直以为 三人会在一起 但总有一天会经历分别 另一边西片和高墓一起回家 路上高墓表示 明天就是暑假了 他还在想要用什么理由和西片见面 西片脸红的表示 见面也不一定需要理由啊 高墓一拍手 对啊 直接变成不需要理由都可以见面的关系呗 西片面红耳赤 这种关系 岂不是要 可高墓却说 那就每天比赛广播体操吧 这个时候 两人突然听见屋内传来咪咪叫 他们立刻冲了过去 然后看见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 难得有小猫不躲着西片 被摸了几把后 更是扑住了西片的手 西片顿时高兴的把它抱了起来 显然是非常喜欢这只小猫的 一旁的高墓尖壮也很高兴 两人想了想 决定在附近找找猫妈妈 可是一圈逛下来 却并没有看见大猫 拼拼西片的母亲对猫猫过敏 高墓的父亲被猫挠过 两人都没法在家里养猫 于是他们决定一起给小猫找四竹 此时 小猫已经饿得 开始做西片的爪爪了 西片带着高墓和小猫 去了一家宠物用品店 店长在这里养了一只鹦鹉 这鹦鹉可聪明了 不太会说话 还给店长塑造了 活了一百年的巫女形象 读出西片他们是来给小猫找吃的 店长仔细检查了一下小猫 觉得这猫应该才一个月左右 身体方面虽然瘦了点 但很健康 店长告诉他 小猫只能吃一些养奶 毕竟他年纪太小 无法消化牛奶 混到肚子 还专门买了奶粉和奶瓶 以及一袋猫砂 共计两千多日元 西片直接掏出了之前存的 被捉弄存款结账 并且还不小心说漏了嘴 高墓和店长顿时被逗得哈哈打笑 临走前 店长告诉两人 要是小猫生病了 随时可以来找他 他会给他们介绍 能够立刻看病的宠物医院 此时 梅黛找了两位好友 表示要在夏天凑齐 想做的一百件事 阿友一开始还觉得麻烦 可梅黛却说 初三的夏天 人生中只有一次 这个时候早苗也开口了 表示要加入其中 有了早苗开头 阿友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谈恋爱 不行就聊聊恋爱话题 结果惨遭无事 另一边 西片和高墓 替小猫在神社下 安了个纸箱赞助 准备给他找四主 原本西片想管小猫叫小白 然而小猫压根就没回应他 于是西片和高墓提议 比赛一场 看看谁给小猫取的名字 能得到回应 高墓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而此时 西片脑子开始疯狂转动 他当然也想过叫咪咪 他又觉得小猫现在咪咪叫 是因为他年纪还小 等再过一段时间 就是喵喵叫了 所以他左思右想 得到了一个字 跟绝妙的名字 他决定小猫叫小雪 因为他通体雪白 赶紧漂亮 和冬天的雪一样 可惜小猫 并没有回应他的呼唤 西片有一些失望 但高墓却能理解 毕竟小猫才出生一个月 又是在夏季 虽然没有见过 打雪纷飞的样子 西片感慨 不知道小猫 能看到雪的时候 会长到多大了 这个时候高墓也想好了名字 他决定叫小猫咪咪 西片笑了起来 并说小猫现在咪咪叫 以后就是喵喵叫了 说着他还模仿了猫叫 但高墓却说 他只要小猫咪咪 是想记住这个幼年的小猫 西片愣住了 看着高墓认真的样子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此时风吹过神社前的花丛 小猫突然扑了出去 抱着花玩耍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两人同时想到了一块 小猫如此喜欢花朵 不如就叫他小花吧 果然小花一出口 猫咪顿时回应了两人 有了小猫的出现 两人便有暑假见面的机会了 每天早上 西片都会早起 骑着车去神社 这个时候高墓已经提前来了 他喂完了小猫 猫咪就趴在腿上睡觉 西片立刻放低了声音 凑过去吸猫 完全忘了小花 正趴在高墓腿上 这一下 流到高墓害羞了 但他却撇开脸笑了起来 西片还没反应过 来是怎么回事 却先掏出了画本 说是要画下小花的样子 准备请求商店和动物医院 同意他们放宣传单 看看有没有好心 人愿意领养 高墓顿时笑了起来 西片还以为自己说了搞笑的话 没想到高墓 却掏出了一模一样的绘本 原来他们两人都想到一块去了 我就说 一个北窝 睡不住两种人 虽然他俩现在还没结分 但只是早晚的事情罢了 等人一边换绘本 小猫就凑在他们身边玩 换完之后 他们又去委托工作人员 将传单贴到了附近的宣传告示上 你别说 这俩人还真有点水平在身上 他们贴完宣传单之后 又陪着小猫在神社玩耍 不得不说 小花确实很聪明 还学会了捡球 只是西片一个用力过猛 球飞到了屋顶上 之后两人约着一起去看小猫 却发现这孩子爬到了树顶上 西片吓得立刻冲上树去救猫 高墓也跟着爬了上去 结果却被小猫带着 看见了非常不错的风景 妈上的同学都各自有自己的安排 只有冰孔看着远方长叹一声 思念着出国的北条同学 两人继续陪着猫咪玩了一段时间 却发现一直没有人联系他们 四主并不是那么好找的 西片觉得小花这么可爱 一定没关系 回到家后 他看着小花的照片 发现手机里 竟然还有高墓和小花一起的合照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保存了照片 他在桌上睡了一觉 凌晨五点时 却突然天降暴雨 西片梦中惊醒 吓得立刻穿上雨衣冲了出去 没想到此时 高墓也穿着雨衣 打着伞冲了过来 两人在路口会合后 立刻走向神社 果然在那里 看到了被雨水冲刷的小球 此时小猫也冲了出来 对着两人喵喵叫 高墓立刻丢下伞 掏出毛巾抱住了小猫 见到此情此景 西片终于松了一口气 抱着猫狂掉眼泪 高墓掏出毛巾给西片也擦了擦脑袋 雨过天晴 两人却因为困倦睡在了一起 长大后 我要当太空人 把大家翘到天上的嘴角找回来 西片还特意给小猫做了打地鼠机 表示要是小猫抓住了 就给他买猫零食 高墓顺手敲了他一把 蹭了点点心 没想到小花十分聪明 一把就抓住了地鼠 这个时候高墓表示 自己准备向家里求一求 看看能不能收养小花 西片顿时高兴起来 这样一来 就可以一直和小花在一起了 他问高墓自己能不能去他家 高墓高兴的点头 西片又有些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只是去见小花 高墓故意做出失望的表情 原来西片不想看到自己呀 西片吓得赶紧解释 他可没说过这样的话 高墓顿时笑了起来 妈呀 快要磕死我了 另一边 美奈他们的下个一百件事 也快接近尾声 可是此时 美奈却说自己不想继续下去了 两位好友问他 为什么要在最后关头放弃 但美奈却不舍地看向两人 因为这一百件事做完 夏日似乎就结束了 可是他想永远把今天定格下来 他不想和两人分开 此时有轮船开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三人抬手回应 轮船走后 早苗拉起两人的手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高墓的父母同意他要小花了 于是两人高兴地去找店长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他 店长也十分开心 决定送小花一个乔迁之礼 两人选了一条带着小花的项圈 高高兴兴地去神社找小花 却突然发现小花不见了 起初他们以为小花是在附近扑蝴蝶 可不管他们怎么找都没看见 欺骗担心是跑到马路上去了 刚准备去神社再找 却突然看见两个孩子抱着小花 拽住母亲的衣服 原来他们两人捡到了小花 并且以前似乎也养过猫 而且那只猫已经去世 和小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两人称呼那只猫为小七 没想到小花听见后也回应了 母亲见状便同意肆养小花 最后一家人抱着小花离开了 西片门想追过去解释 但高木却拽住了她的手 摇了摇头 两人都有些难过 但他们知道 这才是最适合小花的归宿 他们闷声不吭 一路走 一路摘掉了贴好的海报 可走到一半 高木还是没能忍住 哭了起来 她看着手中的项链 却希望小花能够在新家幸福生活 见到这一幕 西片也忍不住了 可她却握住高木的手 说小花一定会幸福的 而高木也会幸福的 她一定会让高木幸福 我去 三级加一个剧场版 你这家伙终于A上去了吗 高木轻轻点了点头 不久后 夏又寄到来 两人再次相约去祭典上玩 路上参选比赛 谁先抵达终点 看到一只小猫对他们喵了一声 来到祭典后 去年的苹果堂大叔 竟然还记得他们 说他们俩这小情侣 这次可别走散了 西片虽然脸红 但也没有反驳 大叔吐槽 他怎么还脸红啊 高木忍不住笑了起来 路过的店长健壮 也松了一口气 两人能继续开心下去就好了 另一边 梅奈也得知 早苗原来不会离开岛上了 顾问老师 虽然推荐他去大城市练习田径 但在早苗看来 留在岛上 也可以认真练习 所以也没有必要离开小岛呀 听到这话 两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这样三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了 胖虎和小夫 也给西片和高木两人 小夫更是给他们找了秘密通道 可以专门去上方没人的地方看烟花 并打算给他们看烟花的时候拍照 胖虎却突然表示 他要去山顶 小夫秒懂他的意思 配合的离开 将秘密基地让给了这对小情侣 西片红着脸 牵着高木往上走 这里确实没有人 是个不错的特等西 这个时候高木也回应了西片当时的话 他说自己也会让西片幸福的 西片也点点头 多年后 年幼的小千跟着父母 来到山里进行送虫仪式 小千看到一条小路 决定走过去看看 路上不小心弄熄了火把 母亲牵着他的手往前走 父亲在后面着急地喊喊他妈 结果走过去一看 那边根本不是火光 而是一大片萤火虫 此时已经长大结婚的高木和西片 带着女儿看着眼前的一幕 想起多年前的对话 不禁相视一笑 小千说他过来 是因为听到这里有人在叫他 高木笑眯眯地说 可能是河里的妖怪先生 看着西片有一些紧张 母女俩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太好磕了 把我杀了 给两位住住信 这两人婚后 不但有了可爱的女儿 也养了一只叫小花的猫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队三好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